所谓无常跟无我的观念 是佛陀说教的基本观念 不过因为这是一种思维 而且是一种深妙的思维 所以很难给人们一种真实的举例 或实实在在的现身说法 有一天 佛陀在横河河畔边为比丘们说教 当天说教的主题就是无我 佛陀专心凝视着水流 在河水的一飘一流当中 佛陀发现了能阐释无我的好说法了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佛陀要大家好好地观察横河河水的流动 当大家看到一头雾水都看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 佛陀说 你们看 河中形成了一个水渲涡 但是再仔细看 却看不到水渲涡本质的存在 或者可以说 根本就没有水渲涡的本质 这个水渲涡 只是因为时刻在变化的水流 它所呈现的一种形态而已 同样的道理 我们人的存在也是一样的